如果你做的红烧牛肉,牛肉下锅加入凉水,葱姜,其他材料,盖盖,小火炖煮 红糖大枣开花馒头,这样做各个开花 100克红糖加入260克热水搅拌500克面粉中,搅成絮状,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醒发至蜂窝15克油,7克小苏打,一点点水,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4克,油外向内重叠 刷上油,盖保鲜膜,松弛半小时 锅中,烙至一面揭开,再分六成热,下锅炸 爱吃的蛋挞,做法也,再裹万能的面包糠 三百克面粉,三克盐,先用90克的热水搅成絮状 再加120克的凉水,活成光滑的面团 下成剂子,放到盘子里,刷上油,盖保鲜膜,饧面半小时 韭菜切碎,加入香油 放上馅,像视频一样